市長,是不是有跟林長久見面,他說因為你擔心到他好像要選北市,你擔心影響到你的選情,所以沒有想讓他看 其實本來就會談,有空談很多,從那個靈魂重金屬音樂開始談起 有談到今天的價值嗎?他說你的進步價值好像在加賽 不會啦,他不用這種事,還好還好 不是啊,我們講的,人家也沒有理由要百分之百照單全收,一定有他的可以接受,有他不能接受,本來就是對話 對話 他是對你拆帳篷這個事情,覺得是莊孝偉 那也沒辦法啊,但是這樣啊,你帳篷擺了好幾年,這也不是辦法 我倒覺得這樣啦,規則如果不對,我們來改規則,如果有規則的話,有法律還是照法律而行,我的態度是這樣 阿扁也蠻有意見,勇哥物語當中有說到,當時的紅山軍,阿扁都沒有拆紅山軍的帳篷,他覺得你這樣拆帳篷是蠻刻意的 這個我也想過,你說像太陽花學運,就是這樣啦,就是說,這種歷史事件,或者說政治事件,當然有他的背景 但是沒有理由說,已經那麼多年了,整個國家一直在革命階段,這不對啦 就是說,我一次兩次,還是要回歸到一個法治國家的常軌上面 那你說那個紅山軍,那個當然是一天兩天,但是你沒有個帳篷擺在那裡十年,然後跟我說,以前都可以,現在要不要繼續下去,我就沒有道理 市長,你跟林強佐最後是不歡而散? 不會啦,欸好啊,怎麼不歡而散,他還請我喝汽水 那你覺得有跟他對話到嗎?因為他這樣聽起來好像覺得不太難 沒有啦,我感覺是這樣啦,就說常常考試這樣嘛,有對話總是,也許十件事情沒有十件都解決,總是解決個幾件 那如果沒有完全解決,還有下一次再談 跟那個梅建華處長見面談了什麼? 講很多啦,因為他們AIT有沒有,那個六月要搬去內湖了嘛 所以那些,比方說最後階段,他還邀請我說,那個在開幕之前再去check看看 我是說,那有什麼儘管要幫忙,還有一點嘛,他現在那個,舊人AIT有沒有,什麼時候要清空啦 因為我們那個以後要蓋那個,台北總圖要搬去那裡,還有音樂廳嘛,所以很多要交接的人 市長,檢渝院要開新節目,會不會擔心他會翻座帳 不會啦,檢渝院是成熟的這種政治人物,他不會亂來 市長,昨天你怎麼會說自己是真命天使 昨天是愚人節啊 市長,你是不是開玩笑的喔 市長,那個大局總統還要解決問題,所以他又參選問題解決了嗎 這個是這樣啦,我都從來不認為說一次一次講話,那所有的問題都通通解決 就這樣嘛,先談一次,有解決就解決,沒有解決大家回去再整理一下,下一次再來 所以下次還要跟對參選的問題來談 他很多要談的啦,因為他是時代力量台北市黨部主委,那議員復選也是他的壓力嘛,很多要談的 那現在的都市長不會取消呢? 這個,這個我有交代那個陳副市長啦,還是要把遠雄叫進來 他到底他們想要幹什麼,我們還是要搞清楚 不過我已經講清楚嘛,我們不會放水,也不會凋拿 還是公開透明,把這件事情解決掉